养长寿花的话应该都知道长寿花要想开花多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它的分支非常多 让猪型的更加的饱满 这样开花才能够开出一个大花球 那么如何才能让你的长寿花长出非常多的分支呢 其实最为关键的还是这两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给你的长寿花进行修剪 长寿花修剪的话是有利于它更快发新枝的 因为有时候你的长寿花可能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它会只长一根枝条 它不长分支 这样分支就会特别的少 而我们进行修剪的话呢 是可以去除它的顶端优势 让它从底部这个芽点处呢 再长出分支出来 这样它的分支才会更多 但是呢在现在快到10月份的时候 是不建议大家修剪的 因为长寿花呢快要进入花芽分化期 不过我们可以在花后或者是它在生长期的时候 进行修剪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光照 光照的话呢是有利于叶片进行光合作用 积蓄更多的养分回流给这个植株 那么在光合作用强的情况下 植株积累的养分多 那么它的养分积累的多 静感部位的养分也会特别多 那么养分足够的情况下呢 它也会更容易发分支出来 把这两点做到位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给它适当的追肥 追肥的话主要是让它的枝叶长得会更加的健壮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就用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就够了 这种营养液和其他营养液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 它除了养分全面充足之外 最关键的一点是里面还有腐质栓 是可以起到这个生根状苗改良土壤的效果 这样的话呢 你的根性养好了 土壤合适 养分充足 这个植株呢 它才能够长得更旺 所以呢 在养长寿化的过程中啊 修剪和光照是必不可少的 后期再结合正确的水肥管理就够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